有沒有試過吃飯的時候 遇到一些很古怪的食慣 我好像看到剪手指甲在餐廳裡面 很多人看著它 但它也沒有反應 馬上坐在這裡 搶鞋搶 是勾腳似的 我們有些零食的東西 它又用了我的手去吃 看到真的 嘩 然後脫了一條鞋 然後翹腳 像打坐一樣的翹腳 刺骨的時候 不斷噴 骨頭刺到一些菜 不斷噴 接送就這樣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扔骨 一飛飛下去 會見到有些爸爸是 你吃完東西 見到你有東西剩 他馬上衝過去吃 飲他都會照喝 他連飲通是不轉的 隔壁的爸爸吃完那碗 在那碗的肚痰 這麼噁心 我不會去那間店裡吃 他會每天都來吃 在那碗肚痰 而且洗回我的骨頭 他好像是跟對面說話 但對面是沒有人的 最頑皮的都是自然自如 然後大笑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是會 只剩下大眼 沒有意見叫一下 哈哈哈哈 我們都是 沒有人認識他 打火而已 吃東西吃到嘴嘴聲 很討厭 我就掘著他 哈哈 為什麼掘著我 我不是啊 他就一邊打電話 希望銀行借錢給他 但他說得很大聲 全家餐廳都知道 他要24期 還要36期 每一段 要找多少錢 因為他那天說得很大聲 經常遇到那些 一對情侶在那裡吃東西 第一方就很吵 吵到隔壁 他都沒有反應 喊東西的時候 不斷問服務員 很多問題 朋友有多少份啊 好不好吃啊 有什麼推薦啊 辣不辣啊 多少成辣啊 很多東西 那個男生已經喊了整桌 真的超多 喊了超多 結果呢 就不小心再給旁邊桌 有人彈到那些汁 去了那個女生的衣服 然後那個女生就很大反應 然後吃都沒有吃就走了 那個男生是很想吃東西 因為喊了整桌都沒有動過 但是看到女朋友走了 都要追出去 所以最後就放下錢 就馬上走了 那裡都差不多四五百塊 那裡 完全沒有吃過 最古怪已經是 丟掉了雞皮酒 然後就是吃雞肉 我已經吃雞皮了 我已經吃雞皮了 真的嗎 其實雞皮很好吃 其實雞皮很好吃 你們吃過最難忘的一頓飯嗎 吃放題 然後叫了一個麵吃 但是他的麵不好吃 吃完拿出來 我的朋友就吃回 但他不知道我拿出來 他吃了我就跟他說了 他... 吐出來 我去餐廳的廁所 一直被人困在裡面 因為他那個廁所的鎖是很奇怪 那時候我沒有帶手機進去 那時候 然後我就很無助 那時候 Hello 吃到好像有鼻涕的東西 原來那樣東西叫秋葵 一個很漂亮的環境 無敵大海景 然後跟男朋友吃飯 那突然間 就是送個WhatsApp來 要我交給他 然後我就按電話 按電話 每餐飯就沒有吃過飯 有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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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可能放紙巾在附近 然後搞到著火 我從此之後 我就很怕跟他打火 新年了 跟家人吃飯 那旁邊有阿叔 那你聽到當時你有什麼反應 讚成啦 那你真的會吃飯嗎 OK 那你真的會吃飯嗎 OK